被迫离职的交情 这个事 我想一定是文泽凯和汪振雄倒的鬼 对 没错 汪振雄就是帮凶 刚刚擦开餐厅 还对我大吼大叫 要把我开除呢 是不是 这汪振雄啊 就是想借着文泽凯的力量 赶走林总经理 然后 他好当饭店的总经理 对 就是这样 我跟你讲 汪振雄和汪振雄他们肯定干净见不得人勾当 对 你看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汪副总叫过来 听听他怎么讲的 你 你 乔伊娜 你还要听他解释 他汪振雄是什么人啊 都快把我们要整死了 你知不知道 就是 不是 到底是总经理自己要走的 还是汪副总把他赶走的 大家知道真相吗 那这个可以说到天使 乔经理 你也太天真了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乔经理 你平时是怎么对待汪副总的 我们大家可都看在眼里 这样发生是大江被这么说 你会这么站出来给他主持公道吗 就是啊 不安啊 我只是想了解了真相在发言 大家有点事实求是的思想好不好 不要因为自己在参与名单里 就产生逆反心理 逆反心理 搞没搞错 什么是逆反心理呢 分明是担心好不好 就算是今天我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裁员名单上 谁能保证明天 明天不会出现吗 对不对 对 对 说不定啊 现在汪副总啊 正在写名字呢 哼 我保证啊 第一个名字一定是我汉伦 对啊 谁知道明天踢出来的是谁呢 这个时候要是林总经理在就好了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 现在总经理辞职这个事情啊 董事长还不知道 也就是说 董事长未必会批准他的辞职 情况也许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糟 德书您看呢 现在咱们大家的危机是一样的 如果林总经理真的被迫离职了 那以后就没人保护咱们了 咱们就没好日子过了 所以咱们现在就得采取行动 一句话 总经理在 我们在 总经理走 我们走 对 这就是这样 大家要都一起走 我就不信了 这房间没有咱们还能开下去 是不是 那就这么说定了 大家集体签名交给董事长 表示我们跟总经理共同进退 好吗 好 姚教理 你还在犹豫吗 我哪有啊 我是第一个签名的人 有 纸和笔吗 小丁 有纸吗 有 签签签 签签签签签签 签签签签 签签签 那 给我 家 你们这是干嘛呢 聚的 蔡英勇达 你们不得在这里 diskut吗 你 谁是长萌 谁允许你们上班的时间 非法击会的 汪总 这是关系到饭店生死存亡的事情 你来得正好 总经理辞职的事情 是不是你干的 什么 林楚光辞职了 还想通不知道啊 你的同党没有告诉你吗 秋英娜 你不要造谣中伤好不好 我汪正雄从来不会撒谎 那林总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那个家伙在哪 说什么呢 家伙 你就这么称呼总经理啊 师傅 您看你的记忆 林楚光以前是我的师弟 我这么叫他怎么了 他是我们大家的总经理 是 汪正雄 怎么跟师傅说话呢 你这家伙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你心里就是我揍你 你敢爬到我的头上来是不是 我今天就开除你 我不干了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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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你 洞住手 怎么了 自己的人动起手来了 对不起董事长 汪副总 你怎么可以对自己的缘分 人工动手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 都是因为我的能力不够 可是 正是因为如此 大家才应该支持我呀 在我们的饭店 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大家应该团结起来才是啊 对不起董事长 让您着急了 我们的饭店 这么多年来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怎么老路一走 就变成了这样啊 我们都是一家人哪 怎么可以打自己的亲人哪 对不起 但是有一个人不是亲人 就是他 李荣豪的女儿 李家训 不管疼整 关于总经理辞职的事情 我会处理的 德叔 你们现在回去工作吧 是 董事长 旺副总监领 跟我到办公室去 还有你 妈 佳萱 你别去了 你怎么知道他的身份 因为他员工和客人打架 我就开始调查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我这也是刚知道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去吧 叫李佳萱进来 董事长 李佳萱肯定是李荣豪派来的卧底 我希望你不要把它继续留在饭店里 我知道该怎么做 舅妈 我觉得有件事情必须要跟你说 李佳萱不仅勾引林冲框 还把陆小藩 出去 老汪 李佳萱 李佳萱 董事长叫你进去 你就不要进去了 老汪 董事长 你的人事资料上填写的父亲 名字是假的 这是为什么 我只是想来学习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这么简单 李佳萱 你父亲跟我们饭店的关系 你清楚吗 知道 既然你知道 你还要到我们饭店来工作 这又怎么解释 董事长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饭店的事情 你父亲也是这么想的吗 小藩知道你的身份吗 他以前不知道 后来 你不能再在我们的饭店工作了 董事长 不管你是什么目的 由于我们两家的关系 你必须离开 董事长 我求您别赶我走行吗 可能您不理解 自从来到饭店以后 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我喜欢这个大家庭 对不起 你不属于这个家庭 我丈夫的死 我丈夫的死 跟你的父亲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做不到那么宽容 请你离开 而且 以后你永远都不要再见小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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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